我想請教因為全民都很期待苦發6000元的現金 那預計的時程原本是說4月之後才有機會 那有沒有辦法先內德放任之後有機會可以提前 那有沒有預計說會怎麼做 然後來跟議員共同 謝謝 我想這也是全民非常期待 能夠發現金 讓這個稅收的部分能夠回饋到民眾 那現在目前也積極的在針對一個是立法院的這個條例 那預計在現在進入協商期 那2月1號開議之後 我想就會盡速的來協商 那目前的協商期是在2月17號 就有機會來辦理這個票局 那我想陳院長上任之後 就會盡速的安排 原則上上任的第一天就會來安排拜會立法院的院長 那2月1號立法院開議 那麼就會 早上就會到各黨團來拜會 那希望透過這樣的拜會 能夠讓立法院這邊趕快通過條例 那條例通過之後 我們就會盡速的來編制預算出送立法院審議 那如果這些都能夠 各黨團能夠合作協助 那能夠順利的審議通過 那現在相關的電腦系統 也正在做相關的開發 那所以我想是有機會 如果包括這個條例的審議 跟預算的審議都順利的話 那系統的開發目前是很有把握 那就有機會來能夠比原來預定的4月份 來提前來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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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剛剛提到說會要幫助一些產業 那這些產業會鎖定哪一些 那另外有黨籍的立委認為說 那麼是不是因為政府的行政失領 才導致說這個預算的編列不夠精準 謝謝 對這件事情我要再來解釋一下 中央可以運用的是3800億的稅收 那我們是從三個面向來分做四部曲來規劃 那第一部曲呢 我們要用1000億來額外來撥補 我們勞保和健保基金的財務缺口 同時增加我們電價的補貼 那一方面能夠減輕勞保財務的壓力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從源頭來評議物價 這也是還稅於民的方式之一 那第二部曲呢 我們用1000億啟動第一波的 加強韌性經濟方案的七項措施 一方面減輕我們人民在衣食住行上的生活壓力 另一方面也協助迫切需要被幫助的傳統產業 農漁業還廣網業 那第三部曲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今年的全球經濟局勢比大家預期的還要嚴峻 而且不確定性非常高 所以剩下來的1800億 也許會有第二波第三波的因應措施 我們還是要審時度是以被不失之序 那第四部曲才是如果我們行有餘力的時候 我們才會在財政許可的範圍之內 適時的言語 言語跟我們全民共享的這個可行方案 那至於昨天的會議呢 並沒有聚集討論發放消費券或者是發放現金 也沒有聚集討論失程 都是要是整體的經濟局勢我們在做討論 就像我說的 錢要花在刀口上 公眾部召開了國安經濟高層會議 然後大家外來在猜測說 還稅漁民這件事情會不會有結果 那您自己對於還稅漁民這件事情的看法 您支持 還稅漁民當然是一個假議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預算 是這個實真數大於我們的預算數 才有所謂的這個什麼稅收超真 但是實際上呢 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要收的稅 只是問題凸顯出我們的行政失靈 也就是說我們在預算編列的過程中 有很大的問題 才會導致連兩年預算都超出四千多億 所以讓人民覺得說 政府是不是荷包滿滿 但是人民的感覺相對剝奪感是 大家日子苦哈哈 但是政府的稅收卻年年的超出預算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政府該注意的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有錢的人越有錢 但是在底層的民眾 其實面對通膨的壓力 面對高房價的壓力 在國人平均喔 大概四成的家戶所得 都拿去繳房貸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沒有多餘的支出 可以去做經濟的消費 這個才是現在社會最主要的問題 所以我也希望小英總統 還有我們的國安高層 在今天的會議裡面 能夠確實的去了解說 現在的這種貧富差距的問題 如何能夠透過相關的政策 來去協助這些經濟弱勢的民眾 能夠過個好年 那能夠抨平這個貧富差距的問題 還有解決通膨跟高物價高房價的問題 這個才是民眾最期待的 並不是說大傻幣把錢都花一花就沒事了 因為政府還有很多該做沒做的 例如說長照政策 例如說社會住宅 這些其實也都需要錢 而政府的舉債光是一個防疫 一年就編了八千四百多億 光是一個錢瞻就八千八百多億 如果相較之下 其實我們舉債的錢 遠遠多於這些稅路的錢喔 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 國人還是負債的